這個中國道路出的這個遊戲 這個叫做黑神話悟空 第一款的3A遊戲 上限一天大賣超過六十八億 台灣人不少人這個去看 那日經亞洲評論說 這個可以比美寶可夢 就非常轟動 他重新這個講這個西武基的歷史 那孫悟空說你不被臭者敢打敗 你就能夠享受 那另外呢 這個好像是海外玩家在讀西武基一樣 所以中國道路外交部就很得意說 這是我們的文化吸引力 也訪問了中國的文化吸引力 那另外呢 這個上限玩家破兩百二十萬 那台灣有些粉絲也很熱衷 那民進黨有些人就不爽 就是說你這麼喜歡看滾出台灣 在台灣幹嘛 到香港去看 到美國去看 大大的去看等等 看來襄榮對這疫情很關切 為什麼 我不關切電話 我只是覺得這個很可怕而已 那當然他反正大部分資料大家都可以都可以查得到 那只是說一個國家要能夠開發這種就是3A等級的這種的game 他除了第一個他本身的遊戲產業要達到一個非常成熟 不管在美學軟體那硬體都要能夠達標 第二個就是說他是一個高度資本密集的投資 他從他開始推6年多的時間 那因此當他這兩三年他從他從疫情期間呢開始開放 就是說讓大家有些測試的機會之後呢 陸陸續續呢在國際上上面像是科隆的這個就是說呢遊戲展 他也拿到了大獎 那因為西游記嘛西游記碰到華人台灣台灣不管要如何去分台灣中國 你怎麼不至於台灣人對西游記對孫悟空沒有沒有感覺吧不可能 好但是這款當他出來了之後 他在第一個因為他是針對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對他超有感 那他就他就開始變成是一個政治問題 因為西游記本來就是政治問題 如果如果你有看過 我我曾經上過課的老師叫薩夢舞 薩夢舞的所有的書裡面我覺得最最值得讀的是他一本很小本的書 叫做西游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他說你把西游記看看懂了之後呢 其實中國人政治觀呢都在都都在裡面 所以西方其實對於這個軟體 你到今天為止這兩天的時間 所有西方的媒體比較正式在談到黑神話悟空 都是認為這會對西方造成非常大的文化壓力 就是中國文化出海了 這件是事情 好那這樣一個中國文化出海 但是因為年輕人基本上 年輕人管理者這麼多 覺得漂亮就好玩就好玩 那因為因為他是一個角色扮演的遊戲 大家不要用西游記的概念去理解 因為他基本上是開放式的 那所以呢在玩的時候 會勾起你對於西游記 對於這個中國歷史上面 最有名的虛構人物的好奇心 那西方西方人並不是沒有聽過孫悟空啦 多多少少少但是沒有什麼概念 可是玩的過過程當中呢 你就會會開始有感覺了 好那那當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除了讓大陸上面大陸上面會年輕人高度瘋狂 因為年輕人會感覺到政治的放寬 大家還記得兩年前的時候疫情期間的時候 大陸發了一個禁遊令或者現遊令 就是呢 要求學校 要求父母親管制孩子 平常禮拜一到禮拜五幾點才可以玩 玩到幾點鐘要關機 週末的時間呢可以開開開放 他是對遊戲軟體對於是有敵意的 這種跟我們這種老爸爸老媽媽一模一樣 就看到小孩子玩玩手機 本人就想要搶 本人就想限制限制 可是他他這次是官方支持啊 所以官方支持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官方的態度呢 態度不一樣了 你看到不管是央視也好 新華社也好 早在呢 他已經排定了要上市時間之後呢 就開始幫他做採訪 做各種的推廣 那包括呢 杭州呢是市政府 也有直接的投資在裡面 那大陸的一些大的軟體公司 騰訊啊等等的都砸在裡面 好那因為他的 他一上來了之後呢 剛剛講到兩百二十萬 不會只有兩百二十萬 他現在是第二名 大家在看的是這個週末 當年輕人放假 孩子放假的時候 看看這個週末的時候 會有多少人上 因為全球紀錄是三百一十五萬 他現在已經很靠近了 什麼叫做三A 就是說第一個他要高製作費用 第二個呢 他龐大的遊戲世界觀 不是只靠一個國家 第三個呢 他的行銷成本非常的高 花很多錢去行銷了